你不是他的金主都沒辦法解決 這才會變成金權政治 有康沒在說 有彎也沒在新手 一定要有錢的講話才能大聲 你既然要老百姓去打這個 那你這個農業你當然就要負責 我認為到現在政府沒有負責 那是根本就是一個不負責任的態度 你必須要證明它有因果關係 那這個很不合理 好 開始 大家好 我是瑋恩 今天邀請到最強縣長蘇幻智 大家好 其實你在台灣算是民進黨出來 那現在民進黨是執政嘛 你自己出來有一個政黨 為什麼會有一個現在自己出來創了一個政黨 坦白講我應該算是民進黨裡面的中間分子 其實民進黨過去有非常多的政策 都是我們幹出來的 像什麼老人年金 老龍津貼 敬老津貼 那個年金體系 都是改革出來的 當時這個阿扁那時候本來 第二任大家認為說選不上了嘛 所以當時那個手牽手的運動整個 都是我們主導出來的 構想也是我們提出的 這台南市 氣刊 那個整套規劃都是我們從前出來的 因為你當過兩任嘛 兩任台南縣長 然後三次立法委員 你是台南最後一任縣長 所以大家才叫縣長是最強縣長 那什麼原因 為什麼你會想要投入政治 但是這個不歸路 坦白講的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當時 大家都不知道什麼叫民主運動 對啊那時候一定是 現在大家都不知道 對當時的政府 他對這個前途 就覺得好像大家都沒有一個 沒有未來 討論國家 國家沒有什麼未來 沒有什麼討論 完全沒有什麼自由的思想 都沒有 1977年我那時候是 台大物理系 轉到台大法理系 當時那個 有一個叫謝明達 是台大經濟系的 介紹我 都要認識林義雄 就到現在林義雄 那個一光教會的家 以前就是林義雄的家 車子一載就載到宜蘭 就開始幫林義雄花穿袋 花了兩天 走路工 沒有沒有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走路工 純粹義務的 義務的 義務工 義務都還無所謂 那時候如果國民黨要抓人的時候 搞不好已經被抓 還會被抓 義務就無所謂的 那時候沒有去想要說 什麼工 就是義務的 哇賽 後來想一想說 如果國民黨要抓人 就被抓了 真的欸 真的會抓 當時是這樣子 沒錯 所以認識的 現在可以說台面上 都很重要的人 邱毅仁跟我們去的 陳菊 那是在郭雨昕的秘書 游錫坤當時是 宜蘭的一個農夫 只是青蓉農夫而已 對 對 青蓉 那個時候 高職 畢業當兵回來 包括有 當時在台大 後來回來台大 當教授的朋友 因為林毅雄是一個 比較內斂 比較含蓄 這兩天都沒有在講話 所以因為當時那個 憲民黨問我說 要去討論議題 那他怎麼會想要選 他們等於是 黨外運動 但是郭雨昕 郭雨昕是宜蘭的人 當時郭雨昕可能已經跑到美國去了 對我們當然有一點衝擊 有一點覺得是不是 好像被這個憲民黨騙了 這個幸好國民黨沒來抓我 然後以前的話那個是 就當作是 已經參與有行為分擔了 發那個傳單 才讓自己知道說 這個就是民主政治的第一步選舉 發傳單 宣揚理念 大概就有這樣的一個體驗 那當年包括許信良也在那一次選舉 甚至那一次的選舉 就是1977年的選舉 投票當天我是跑去 南投幫張俊宏監票 很忙 監票 那個都是純義務的 沒有什麼走路公都沒有 跑到南投一個很鄉下 誰找你的 就發現上面就很 不然你去那裡 跑到南投一個 因為那時候 我記得1966 那時候應該是 憲民黨 找我去 然後就去那邊那個 發文傳單 然後發文傳單 然後大家這個 選後有開了一個座談會 那座談會就討論說 這個選舉的意義怎麼樣 就開始說 原來要改變台灣要從選舉 從民主政治的投入來開始 那一場的參與其實對我很有意義 就你練了很多書你跟 對整個社會不了解的 那你透過那個參與就知道 喔原來這個要改變社會 改變台灣 參與這個民主這樣的一個活動 民主的選舉 那麼可以提出一些證據 而且還有職務可以去爭取 那這個社會會關注 所以我想那一場的意義也蠻大的 那時候我是台大的一個叫大論社 大論社是 台大論壇社 台大論壇社 然後我還帶幾個朋友 跑去陳大 去跟陳大的學生接觸 帶陳大的學生 跑去幫這個蘇蘭成 發穿單 然後去聽聽蘇蘭成 然後看看蘇蘭成的選舉狀況 北中南有點串聯的一個角色 所以那一次其實對我來講 算是一個民主的一個訓練 對啦一次一個開頭 對對對 那後來一路就從那時候開始運動 然後到家裡 因為那時候都還有一抓就15年的 大學裡面其實很矛盾 對 你這樣搞下去可能 大學生也許還沒有被抓 可是你出社會計搞下去 大概就被抓了 對啊 所以那時候就有一種矛盾說 這個這樣搞下去這個前途 然後總會替父母親想一下說 培養你這個小孩 讓你練到台大 結果你後來弄一弄 結果被抓一關 那時候其實常常面臨這種 天人交戰 這種天人交戰 的確晚睡其實是從那 晚上他會想這種 因為你要去挑戰那些東西 這個我懂 你要去挑戰那些 你要去堅持那些理想 然後你又面臨說 你坑啊被抓了 對啊 然後你又不敢跟家裡面講 家裡全部都搞不清楚 你就被抓了 他們都不懂 而且看的書都不是什麼教科書 平常都沒有看到法律系的書 都在想說要怎麼去搞革命啊 就是怎麼樣去把國民黨搞掉啊 開始這個看書研究這些問題 我覺得應該是 現在很多人在關心政治差很多 因為當時我們在 雖然他沒有抓你 可是那個高壓欺負你知道 你遲早有機會會跨越到那個 紅線 而且那時候你被抓就是被抓 不像現在網路資訊什麼都沒有 人家可以救你 現在不是喔 那時候被抓就沒了 所以其實當時的這個 承受了內心的掙扎 你又覺得那個理想不能放棄 看的書大部分都不是法律的書 所以等到這個要畢業那一年 就想說哇那這樣子 我一畢業的話 這個法律怎麼辦 前面這個過程 因為你投入到一個民主運動的那種 對 那種理想 讓你整個心很自然的被吸過去 對 可是你又不能夠不考慮卸直 對啊 那所以就 連連問的屁 可是大部分現在的人 為什麼不想碰政治界這樣 因為連生活活不下去 誰還要先為政治資助 這個當然就是會回到說 當時我為什麼從物理系轉到法律系 選法律系的 其實某一個程度 我覺得我還是有點務實 一面 當時就想說 我轉哪一系的話 可能將來出來社會都會有問題 那轉法律系 最壞的考個律師吧 對 所以當時想說 還可以保護一下自己看看 而且我想 那時候也滿有質疑說 應該 律師考得上 所以就選擇轉到法律系 轉到法律系 你還可以 對社會有一點接觸 對 社會很多被破壞 不平民 還有機會去深入了解 對 跟當時有一個務實面的一個決定有關係 所以雖然大學搞政治混畢業 然後天天在優國優民 對 可是最後這個離開大學之後 出來社會想 不考不行 不考 就被抓15年 對啊 什麼都沒了 對所以就開始很認真的準備考試 那我大學畢業 退伍之後還跑去聖根雜誌 去當執行編輯 我也在那邊擔過大概三四個月 那後來有發現說 他們這個執行編輯 然後編輯比較忙那段時間完之後 大家都在打牌 我有心又練不下去 練法律 因為那個環境 後來我就死掉說 我還是回到 那你有打牌嗎 我沒有 我那時候 我一打下去我大概就 律師也練課 所以我那時候想說 我還是要回去 實踐我當時轉到法律系 對父母親的承諾 遲掉都回去 南部準備考試 回去念書的時候 沒有實際的那個實務的經驗 然後那個 念書的效果 沒那麼好 太抽象了 所以後來阿扁那邊 有一些工作機會 我就幫他試看看 所以就在那邊 開始從事法律的實務工作 所以累積了法律的實戰經驗 阿扁那個工作機會 對我也是很大幫助 因為他在辦公室都沒人 沒有一個懂法律的 就是他 然後另外一個律師 去開庭 那整個辦公室只剩下我 辦公室的打電話 來問法律都找到我了 所以我就光是接那些服務電話 通常是法律的服務電話 逼得我要趕快去翻法條 很麻煩 真的好麻煩 每一通電話都 還好現在有薪水 那個 當時的第一個業 接到電話都很怕 因為法律都沒練 回答不出來 就不畢業了 那法條不容易找 那就 有時候還問那個 跟阿扁以前的一個周律師 周宏憲現在 現在在考試驗 所以當時 就是在那邊 接受這種選民的這個 法律突襲 真的是法律突襲 每天給你扣 你給你扣 但是那個真的幫助很大 就像我們出職場去實練一樣 對 其實我是資管系 學電腦什麼都沒有 結果出來 做著做著廣告 又做回資管系 然後一個月之後 慢慢 就比較放心 很多問題 大概就可以 就開始為民服務 可以直接 他問他就可以直接打了 陳水扁那時候就是 已經有民進黨 那時候還沒 也還沒民進黨 那時候還沒 那時候叫黨外編聯會 我還是黨外編聯會的 創始會 那很早 阿扁那時候還沒有 那是黨外 當時阿扁在幫 有一個張明傳的 一個板橋當鋪的 一個人權 那時候也是我在那邊 幫他幫他忙 處理這個案子 其實阿扁對我進入到 這個法律這個職場 其實算是有很大的幫助 這個要感謝阿扁 給我這個歷練的機會 真的 對啊 他其實就是 他也是誤打誤撞 就是 你也要有栽標 這樣經過磨練才做得起來 第一次 就找到 有願意參選總統的人 願意跟我們講這麼多 年輕人的議題 為什麼現在年輕人會政治人物 因為講都講不聽阿 就像阿扣 對阿扣去年 他遇到那件事情 他後來找你 你幫他的時候 阿扣講一個很好 就是說 終於遇到 願意聽年輕人講話的大人 就是現在上面大人 都沒有人要聽人家講話 不敢來就是說 因為我們以前都這樣阿 以前都是 我們都是抗爭的 我們現政府都開放的阿 所以 任何人要來找我都很方便 我也沒有說 我的門口就佔兩個警官衛兵 沒有咧 我們那時候 也不怕說 人家拿刀子去殺我 跑進去開槍 都沒有咧 那個時候更可怕 你看我們當店長 都可以開放到這個程度 每個禮拜都固定了一個 半天去接受澄清 到後來真的是 所有的成就差不多解決掉了 那廚藝後來就變成中央的法規 那現在中央法規為什麼沒罵一個 找不住咧 你不知道要找什麼 找來找去都沒用咧 找來找去都沒用咧 然後找立委也沒有用 找來到底都沒用 對 你不是他的金主都沒辦法解決 這才會變成金權政治 對阿 就是有錢財財財財財 對對 那你應該是說 藏戶移民 讓老百姓很方便 大家有錢 日子快樂過得很多 那整個社會有活力 現在不是阿 設定一大堆障礙 讓人民過得很辛苦 所以必須要拿錢來解決問題 這是台灣現在的狀況 冷過導致阿 你就沒錢了 你就有口不得說 有我們不得新手 一定要有錢的講話才能大勝 那像是我之前在推這個 我們還不能講那兩個字 因為講那兩個字 YouTube頻道會把我鎖掉 那這個東西 這麼多人副作用發生 就是我現在都不能講 你講我會把它變掉 對 我會把它逼 法律上的角度來看 我們就覺得說 這個本來就是類似 所謂的商品製作人的責任 你這個就是無過失責任 你就是結果責任 只要發生你就要負責 這個就有點類似保險的概念 你既然要老百姓去打這個 那你這個農業 你當然就要負責 我認為到現在政府沒有負責 那根本就是一個不負責任的態度 很多各類型 藥劑也是這樣 這個都是屬於商品製作人的責任 你要負起這個 無過失責任 結果責任 結果你現在這種處理方式 變成你必須要證明它有因果關係 那這個很不合理 因果關係不是說 你這個是要90% 才算因果關係 而且怎麼證明 你在因素裡面有參與到因素 你就變成有因果關係 我如果沒有這個因素 可能還不會死 或是說你因為這個因素 進行態就死掉了 所以這個因果關係 現在這種認定變成主要的因果關係 這種講法是不合理的 成立自救會這件事一致可行的 我認為這是應該的 而且必要做 我們現在這種消費者的意識 我不知道為什麼 現在整個台灣好像這個 權力意識在倒退 對啊 大家越來越不在乎 我覺得是因為 就是每一個族群都越來越小 然後人真的越來越獨立 成立的消保會沒有用嘛 變成政府的那個官員裡面 全部都是橡皮圖章 根本就在幫政府講話的啦 消保會現在只有變成 對一般的消費者對象還有一點作用 但是如果這個是業者 主是政府 而且連最後沒有 今天很謝謝現場跟我們講這麼多 真的是太專業了 因為沒有跟就是做過現場的人 這麼近的去聊這麼多深入的問題 那你覺得以你豐富的政治閱歷 合格的立委應該要做些什麼 當這個政治人物其實蠻重要的一點 就是說對人要熱情 對人的問題有熱情 有關注 有心 要去幫他解決問題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 那就這一點來看 我覺得我非常這個推薦 我可以啦 我夠可 對因為你關心的 譬如說醫療受害者 我就覺得這個就是非常應該 受害的這些人也沒有人理他 那你這個政府呢 連網路都管事 對啊 然後連YouTube都要把我們禁言 對 醫療受害者真的是求助無門 台灣現在這個社會 會缺少這種真正關心弱勢者 連結你這些議題 你如果不處理的話 你看我以後沒有小孩 沒有小孩 你這個台灣那整個社會的 經濟的永續性會出問題 那這些我覺得都需要有熱心的人 所以從事這個政治工作事務 就是要有爭議感要有熱心 然後要敢拼敢動敢講 那立委怎麼樣才做得好 就你覺得什麼樣的人 他是一個合格 或是說他在立法院的什麼樣的表現 我覺得立委其實某一個程度就是一個 學習嘛 要有一個team 你沒辦法每一項都自己研究清楚 學習人家的一些經驗 把這些東西整個 經過幾次的這個歷練 你知識各方面就會增加很快 所以我們才要學著做立委 以前我在當立委的時候 那我就會跟我的助理講說 你要把你自己想像你是一個立法委員 今天你如果是立法委員 你怎麼幹 你要怎麼幹 你要怎麼處理 如果你的心是這樣想 你就有機會變成立委 沒錯